林鄭也習慣了她為人 簡單說她根本就不會看自己 我想她就算照著鏡子在面前 照著她 甚至鏡子有AI式分析 我想她也不會聽 林鄭月娥自動波地覺得自己沒問題 甚至乎她覺得自己知道自己的成績不是差 甚至乎她又說整個局勢 是個局勢幾尖楞尖端的 就不是她的問題 我想我們放過她 對林鄭月娥 我想沒有香港人會有期望 沒有香港人會期望 林鄭月娥知道自己的問題在哪裡 沒有香港人會期望 林鄭月娥會和大家正正式式地 就著2019到2022年這三年多 讓香港全香港市民全香港的行業 基本上受到打擊而誠懇地道歉 這個不是林鄭月娥來的 簡單說林鄭月娥不能連任 本身已經說了 這個對香港來說已經是掃走 掃把掃走的東西 我想也不值得再和她糾纏 她是對還是錯 我想香港人應該對林鄭月娥的表現 是更加清晰 看得更加清楚 更加知道她是完全不合格 甚至乎在民調裏面 她是很多人 二十幾%是給她零分的 建制派就無謂說了 如果這個正常人就不是做建制派了 不需要用正常人的思維去看建制派了 她們簡單的 她們都是賺自己利益的 一天到黑就在謀自己利益 對於她是何必何苦 在這個時候再挖苦 或者再踩到林鄭月娥的一腳 對她來說也很相見 林鄭將來做個政協 可能對她來說也有一點值得利用 或者值得攀附的一個可能性 所以我們看建制派 就不能夠看得太過正常人去看她們的思維 林鄭和建制派兩班人都不是正常的 我們根本不應該用我們正常的思維去嘗試他們 浪費我們時間 林鄭也沒有出路很簡單的 你說她做得好的就連任 如果做得不好的 最多就可能放在政協的地方 就是放在那裡 因為董建華可能年事高 身體不好 林鄭月娥可能就是 替代了董建華那個位置 或者董建華高級一點的 應該是梁振英上了一級 林鄭月娥就進去梁振英本來的位置 可能這樣也不一定 你說林鄭月娥還有什麼可能 去大灣區做那些半職 或者還有一些余溫 就可以去為國家貢獻一些行政上 或者管理上的 或者政治上的工作 我想就沒有了 就是完全沒有 是完全沒有 但是梁振本身就在整個現在 無論管制班子上面 或者無論現在是新的一個 全民管制新的建制派的架構裡面 看不到它有一個非常顯著的一個作用 看不到 完全看不到 那它稍微像樣的那一件 可能就是高興民 也都看來出來 也都變成了好像喇叭那樣 那似乎就是 這件事會不會跟現在一些美資的銀堂 對著良人的人 有所挑釁 也很難說 我不敢說 我不敢猜測 不過呢 這件事都可能特別一點的 第一個就是 為什麼會過幾個月時間 雖然是卡 過幾個月時間 入稟就真的快 你說年多時間 或者幾個月時間 幾個月時間都未必入稟 我真的不敢說這件事 我想層次低到水平都不能夠 我想大家都很清楚 那馮偉剛就因為受到二樓淑儀的一些挑釁 那二樓淑儀甚至點她的名字 就說她之前都沒有做事的 或者做新聞土頭專員的時候 都沒有為政府講好政府的政策 二樓淑儀講的那些說話有兩面刀的 那一會兒再說兩面多的是什麼 我想看了馮偉剛的回應 馮偉剛的回應就是當時受到一些高級AO的壓制 那她就算想做一些有為的新聞統籌專員 幫香港政府去講好政策 和市民解釋好政策都好 那都受到這個高級AO的壓制 那我說高級AO是誰呢 你想也想到了 是不是?良型的人說一個高級AO的壓制 就很明顯就說林鄭了 是不是? 我想她把這個問題拋到林鄭那裡了 那對我來看呢 我覺得馮偉剛簡單來說 簡單直接來說 根本就是當時都根本用錯她 根本就沒有這樣的能力 沒有這樣的能力去做政府一個 比較高職位的一個官員 那現在就算你說 不要說要你說好香港政府的政策 和市民解釋好政策 就算你現在拆葉劉淑儀的蛋 都拆到708落 拆到完全就是簡單說給分就零分的了 那就自己就爆自己一次 那她這樣說 不是等於大家會猜測哪個AO 也都不會大家有同情 那簡單只是看到她的不是 或者她的一個水平低 好了 反而說回葉劉淑儀大家要留意一下 葉劉淑儀其實不止一次了 她已經不斷說要幫中國和香港說好香港和中國的故事 那也都說她甚至乎是講行政會議召集人的時候 她就說行政會議召集人應該就是 慣常在星期二開完行政會議之後 就出來見記者去解釋一下政策和決定 那當時她這樣說呢 有些人懷疑呢 就是她是想做行政會議召集人的 後來就沒有了 那現在又說呢 新聞統合專員應該的角色 幫香港政府呢 是講好香港政策了 新聞統合專員就並不是做這個角色的 不是 新聞統合專員呢 就不是幫香港政府呢 是出來解釋政策 不是這樣的 這個意思是錯了 新聞統合專員呢 否則反而呢 就是幫香港政府呢 和香港市民之間的一個溝通互動 不一定解釋政策的 那就是簡單說呢 就是會不會黎柔淑儀整天就想拿著一個 香港政府發言權 香港政府發言這個機構的一個位置呢 那不知道是不是她說的 李家超聽都還沒有 那我們等著看吧 那可能呢 就由現在就是6月9號 去到6月30號呢 路路逐逐呢 包括管治班子啦 各個局長 副長 司長 和副司長啦 又或者甚至乎一些 就是政府部門機構 一些重要職位啦 甚至行政會議的成員呢 那個清單都會出來的了 那看一看呢 二樓淑儀在欠這個 在欠這個 在死吵吵吵的清單的時候呢 究竟欠到些什麼回來 其實上個禮拜日呢 林鄭月娥呢 在這個呢 就是 山頭角 剪載的時候呢 故意呢 就是她 鼓掌呢 給鄧炳強呢 都幾明顯了 就出現了兩個問題了 第一個呢 鄧炳強可能呢 已經呢 就是沒有了職位 所以呢 林鄭月娥呢 是要代表了AO 就是代表了這個 政務官的一個團隊呢 給鄧炳強 給鄧炳強 讓大家合作愉快 鄧炳強似乎呢 現在看的程序呢 可能會停留在局長位置的機會很大 然後呢 就說呢 AO會 立刻傳出來 AO會上任了 就是由AO黨去坐回這個副司長的職位 就是政務司司長的職位 而又回呢 就是陳國基呢 本來來著武扁的 那就坐正的司長呢 如果副司長的職位 是一個政務官呢 那政務官最資深的 只有兩個人而已 一個是楊永雄 一個呢 就是聶德權 那楊永雄現在傳出來呢 他會平調呢 就去回呢 就做這個呢 就文化旅遊這個局長了 那聶德權本身呢 這個實力真的有點一般的 他做什麼基本上都不是很成功 那他有沒有機會升一格去做副司長呢 機會我相對呢 我自己個人覺得是小的 那就是說呢 不是用廉資 也都不是論資牌背上的了 那接著現在呢 就由左派報紙傳出來呢 是呢 就找呢 就是啊 Sorry啊 阿卓永興 那卓永興就退休了 那而且卓永興呢 本身呢 就並不是政務司長職系的 不是那條線的 他是財政司那條線的 由財政司要線去升個人去做政務司副司長呢 看來又不是很像樣 那卓永興我想也是一個呢 就是嘴頭 那就可能呢 引大家去呢 留意著這個副司長究竟是最終誰做 那我想只是呢 就是在過渡期間呢 是找一些呢 就是講法的而已 那也都是呢 就是消滅了 可能聶德權做這個呢 就是可能性 那就是究竟誰做呢 現在還不知道的 卓永興我想的機會呢 我自己覺得還是小的 那呢 律政司司長換人呢 可能就來自呢 就是鄭又華本身自己的意向呢 根本很清晰 不想做啦 那大家當時都猜的 在英國跌倒那一刻呢 可能他根本就不想再做了 那就是 但是呢 他奈何啦 他呢 結果也是繼續做的 而且呢 去了北京醫治 又要感謝北京這樣了 那這次會不會趁著這個機會呢 他呢 他呢 就已經把自己一個呢 覺得可能不是這麼清心的工作 那坦白說呢 如果你看鄭又華做律政司長呢 本身也是在香港很多呢 不喜歡的 那從日子一開始 已經不是這麼喜歡的了 那另一方面呢 如果你看看鄭又華作為一個 arbitrator 就是作為一個仲裁員呢 他的確是挺成功的 那如果你是鄭又華 你本身也希望找一個成功的位置 繼續做啦 又找到錢 又找到地位 在這個行業裡面的地位 國際地位不差 又找到很多錢 比起香港政府的司長呢 還要多錢 那為什麼要選擇 在司長的職務裡面呢 那我反而覺得呢 就說其實自己想走 那接著結果現在傳出來呢 那很可能呢 就是前大律師工會的會長呢 就去接任了 那機會可能不小了 那就是 只能夠說一句啦 就是說呢 就是祝福他啦 看看林鄭國呢 會不會做好自己的職務了